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九集 我是310 转眼间战神也是发售一年了 发售一周年 官方发布了一个免费下载的PS4主题 我一看这个主题 老父亲在划水 这个暗示非常明显 老父亲划水划了一年 那么官方既然是这样暗示的 我们虽然没到过年的时候 也不妨碍咱们更新一集 是时候更新了 好 那么上一集我们讲到 要去找一个魔法凿子 水位也是第二次下降 自从复活了这个米米尔以后 咱们这个划船的时候 米米尔就会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还挺有意思 这里呢我们先不去转那个滚轮啊 先过来接这个支线任务 你这位活着中的生命 我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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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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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那么我们就接下这个希望解剖学的任务 之前我也说过 有完没完 之前我也说过 这个水位第二次下降以后 大部分的支线任务都是可以做 那么在这中间呢 咱们就是要有选择的去做 在这个水位第二次下降以后 最重要的就是提尔的这套装备 米贝尔的故事又一次被打断 这个古尔维格的骨头呢 这个出来旁边就有一块 咱们先去拿做这个支线 在这个第二次下降以后 这个水位下降以后 最重要的就是提尔的这套套装 还有一个隐藏伏笔 推荐大家去做一下 这边有一个空间裂器 推荐大家可以以后再来 这里面是狼人 两个狼人 等待挺高 前面那个门的里面是条龙 咱们也不着急啊 下次也一块再来 我们就剪个骨头就走了 这个任务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边的语言是狼人 但是如果还有一个机会 你不想看妈妈再次吗 当然我 她是继续了 阿treyas 你必须承这事 我对 但是 看到她再次 只有一点多次 为什么你相信她呢 你不知她或谁她是 这个水位第二次下降以后呢 盐湖会有好多这样的 这个路珠啊 世界树的路珠 这些呢 拿到的是永久提升 你的这个属性点的 相当于是个被动的东西 所以说呢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绕湖一周 把这些东西都收集了 那我这里呢 因为录视频的缘故 我不可能这个跑一圈 所以说基本上就顺路的剪一下 不顺路的以后再说 我们先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又有一块 这个古尔维格的骨头 这里都没有强制战斗 就是拿了就可以走了 所以这个任务推荐大家做 之前我们拿的是提尔的这个手套 在那个维瑟加德那 聚吹陨落那个任务 现在我们要拿这个 提尔的这个 遮当布 这边这个远古尸轨 刚才捡到了这个藏宝图 藏宝图的话呢 是在法复纳的这个储物间 法复纳的储物间的话 是新德里的那个直线任务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着急去做 没关系 慢慢来 拿到这个藏宝图以后再去做 不就可以一趟一趟搞定了吗 是吧 不用这个跑两趟 我们也要尽量贯彻 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 但是要尽量贯彻 这个我们这个 现在政府都要求这个最多跑一趟 是吧 我们玩游戏 要尽量做到这个最多跑一趟 这个远古尸轨的话 没什么好说 还是像原来那样打就行了 咱们如果之前你去过 那个法复纳的储物间的话 可以拿到一个 一个一个 应该说一个 好像是卢文轻攻击 轻攻击还重攻击 忘了 反正是个技能 那个技能是 对这个远古尸轨宝具 你就专门打这种敌人 走得还不够远 这个角度有点刁钻 虽然我的角度很刁钻 他的角度更刁钻 刚好打不到 没关系 他吐完这一波 这个不一定要打 但是咱们既然来都来了 就顺路把它干掉 也不是很难 刚才没算准 最后一点血 所以说被他又站起来 本来这个第二波跪下 就可以带走 好 他掉的东西呢 一般都不怎么样 主要是这个远古尸轨 主要是打死以后 去捡他的 那些素材 然后去做那套远古尸轨的套装 那个套装本身 能力不怎么样 但是有一个奖杯 要求你做完那一套 这个套装 所以说这个所有的远古尸轨 都不要放过 然后这里又拿到一个 尼弗海姆的这个 符文对照盘 一共也是四片 咱们拿到第一片 这个 穆斯贝尔海姆的 已经拿齐了 尼弗海姆的 才拿到第一片 然后这边乌鸦和东西 都收集一下 咱们以后就不用再来了 第二块骨头 还有一块 这个谷尔维格 大家听着熟悉吗 谷尔维格 我之前讲过的 就是在那个 离开精灵国度 亚夫海姆的时候 我讲的那个 血米酒的号角的故事 这个神族 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 那个大战 就是因谷尔维格这个人 而发起的这个战争 在游戏里面 谷尔维格 这是一个打酱油的 大中联武将 这里米米尔就讲了 这场大战 在这个 我之前讲的那个版本里面 是因为谷尔维格 它导致了 这个 这场大战 那么在这个游戏的背景里面 设定的是 这个 是弗雷导致了 这个 两波的 两波人的 这个大战 这个无所谓 总之就是大战 这一点没有 没有篡改 这个 篡改这个神话 这边我们把外语重击给伸一下 因为经常要用到 所以说就就伸一下迟早 反正现在等级这个经验也多 刚才我指了一下那个 呃 猎狱 那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缝隙啊 这个那个是两个狼人啊 有一个好像是7级 尽量不要去打 以后再来 空间裂系 然后这边呢 我们来打一个这个叫 荒原浪人 荒原浪人呢 他背了一个盾牌 然后还会用突刺 看到突刺 我现在就想踩了剑 看不过他 可惜这个游戏不行 啊 这个人怎么打呢 他背后是完全无敌的 而且他会 用背来接近你 他背的那边盾牌 是完绝对防御 所以说我们要用这种 直线型的这个 符文攻击啊 打穿他 要么就是 减他这个出招的 那个空档 抓他这个硬直来打他 一定要打正面才行 但是你要是用这种直线型的 这个符文攻击呢 就可以打穿他 就算他打他背后 也是有伤害的 还挺好 还躲一下 他这个红圈攻击 是要出人命的 等子有点高 打死这个黄园浪人 他会掉这个黄园浪人的素材 咱们的这个 另一个目标呢 就是做这个黄园浪人的 服装 装备一套 那个也是有一个将备 一个是远古诗鬼 一个是黄园浪人 然后这边呢 这个火盆点不亮 是因为他用的是 尼弗海姆的语言 所以说我们要收集起 那个尼弗海姆的 那个对照盘 然后才能让儿子点亮 这边的火盆 火盆一共八个 那么全部点亮的话 需要这个这个 每一种语言是各四个嘛 像穆斯北尔海姆的 这个已经可以全部点亮了 但是这个尼弗海姆 现在才拿了一片 这边我们到了 遗忘洞穴 刚才我们去的 其实也是遗忘洞穴 只是他的背面 儿子居然跟老爸 老三老四 这个后面那只乌鸦 也是算在这个遗忘洞穴的 所以说你要是漏的话 可以去一下 刚才是后面 背面 顺便捡了这个 荒原浪人的素材 但是还剩下一场 狼人的这个空间猎戏 然后我们来到正面 又有一个直线任务 死亡火船 又是个直线 这个任务也是提尔的 那个团结套装 海上海上掌管暴风雨 好像是埃吉尔 我之前说过 埃吉尔这个人比较贪财 把那船弄翻了 那黄金掉到海里 就是我的 好 这边的话 这个死亡火船的任务 是关系到提尔的 那个团结套的 那个胸甲 但是我这边不准备做 因为这个任务 它有点 有点长 有好几个这个地方 然后要打好多敌人 然后那些地方 去了以后 又搜刮不干 不干净 以后这个武器装备 技能什么都齐全的再去 这边又捡到一个藏宝图 咱们都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 新德里的第二个 之前任务里的 这个还早反正 先拿了再说 这里的话 我们就 那么提尔 那个团结套 相当于只有两件 一件是已经拿到了 这个万甲 还有一个是 这个腰甲 那么这个 或者叫腿甲 那么这个胸甲怎么办呢 胸甲我们 想办法用这个 荒原浪人的那条胸甲 来替代一下 这样的话装的差不多 好 那么这个 这个骨头 收集骨头的任务 可以看到已经做完了 基本上没有强制战斗 这个任务还是 回报又好 然后任务又简单 这样的这些任务 是非常好 一定要及时做掉 这边刚才又拿了一个 这个 刚才这个珍贵的箱子里面 应该是穆斯贝尔海姆的 这个符文 但是我们已经拿起四个了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些 这个没什么用的 这个符文 插槽 这个地方呢 之前第一次水位下降 其实就可以来 但是呢 那个时候来也只能打一个 这个乌鸦 然后打一个这个 诺伦三女神的宝箱 旁边的这个火盆的这个任务 敌人有点难 打不过那个时候 比较难打 现在来打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就有效的这个利用资源 反正这缺一个苹果也没关系 然后从这儿滑下去呢 就是出口了 就是回到那个停船的地方了 算是一个进路 但是我们这边把火盆的这个任务做 叫未了之士 未了之士一共有四个火盆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之前那个 拿雷伊普特合金的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船长的 什么什么宝藏 有一个藏暴徒 特别去跑了一个 这边刷两拨敌人啊 第一拨呢 就随便打打 有一个等级比较高的 优先把那个等级高的干死 然后第二拨呢 是两个这个刺头 也就是他会抵抗这个斧子的攻击 兵属性 所以说呢 要用拳头空手给他 把他打出这个晕眩 然后这个触绝 回来说这个支线任务 支线任务他这个做的时候 也要有所选择 照理说呢 按我的理解啊 支线任务这个东西 应该是要比主线任务简单 对吧 就是你可以直打主线任务 但是你会打的比较 比较比较这个困难 但如果说你愿意花时间去打那些支线任务呢 可能会支线任务比较繁琐 但是应该是难度不大 那么这样你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奖励 让你主线任务走得更顺 但战神这个游戏呢 他的这个支线任务 大部分都比较难 甚至比主线 同一时期的还要难 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的这个设计思路呢 就是你要是想这个随便体验一下游戏呢 就只做主线就行了 那个最简单 你还是你想这个硬核玩家全收集什么白金之类的 那么你就慢慢去做那些支线 支线都比较有挑战 支线什么时候做 做哪些也是有讲究的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制作的 做支线的思路 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主线之前把支线全做了 也是可以的 或者完全不管支线 我一周末就几乎完全没管支线 一样通关了 主线捡的那些装备 可以扛过去 没有太大问题 只要不是最高难度 波瑞是个乐于助人的活了一封 对方还没有提 而是主动提出 你想不想我们帮忙呢 免费的哦 好这边完成两个 一共四个 好这里呢 我刚才说可以从那滑下去 但是从那滑下去会遭遇两个狼人 而且你不把他们干死呢 你是走不掉的 而且那两个狼人等级还稍微有点高 好像是四级还是五级 那么我就不打了 就直接原路返回就不用跟他们打 这个战神已经不是原来那种ACT了 以前是看到敌人全部灭 平推过去 现在有很多RPG的元素 所以说你要考虑一下这个回报 是不是要打 狼人这个东西他也不会 这个船长很自责 狼人这个东西也不会掉什么好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打了也是浪费时间 咱们就不打了 松了 虽然说这个任务是做完了 但是最后还要去一下这个料望塔这个地方 料望塔那儿有一个隐藏伏笔 也是第二次的水为下降以后 可以立马去拿推荐 Vim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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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story before What were you saying about the long war? Enough was enough And at last Odin's most brilliant advisor Became determined to find a more enlightened path He set about to broker a peace between the gods It took some convincing But ultimately Odin was persuaded to marry his deadliest enemy A certain Vannir goddess Legendary not only for her fertile beauty But her genius at the very Vannir magic That Odin had long aspired to master Freyah married Odin What was in it for her You know what I'll tell this one later 料网塔之前我们是来过一次 但是那一次是在中层 中间那层 咱们现在是从下层 往中层上层这样走一遍 这样料网塔就基本上 基本上搜刮干净 这个刚才讲到 这个圣战的结果 居然是 奥丁跟弗雷亚结婚 那三关都碎了 游戏当中进行了一些 不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改动 上一集其实知识点非常密集 信息量很大 有好几位这个 北欧神话的这个神 亮明的身份牌 是吧 首先呢是米米尔 米米尔这个就不用说了 之前我也说过他的故事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呢 这个巴德尔 光明神巴德尔 这个一开始跟我们打的 这个陌生人亮明的身份 巴德尔 巴德尔是在这个 北欧神话当中呢 是无敌的 但是啊 他有一个弱点 他是怕一个叫 胡济生的这样一个植物啊 这是一种济生植物 那为什么怕这个东西呢 咱们以后讲到 巴德尔的故事的时候 再细细讲 大家有一个概念就行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女神弗雷亚 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呢 这个 这个游戏呢 是采取了一种假设 就是这个弗雷 弗利加和弗雷亚是同一个人 这里就是我们之前来过的 这个中层了 放下这条链条就可以去 但是中层我们搜刮干净了 所以就不用去 到这之前呢 要打一场这个战斗 咱们把这个 轻攻击换成 列尾坦的 这不用换 这个 这有个巫婆 女巫 先把他麻了 麻了上去以后 这个直接放 放大招 放乌鸦 第二个放空了 可惜 那么咱们马上刷新球 回一下 回一下以后 很轻松就解决了 剩下几个 随便打打就行了 儿子现在输出爆表 基本上思路呢 就是儿子控场 然后呢 老父亲用这个 卢恩符温输出 无药 这个关于 弗利加和弗雷亚 这边又有一个神社 索列姆 索列姆 这个故事呢 咱们以后再讲 是关于他偷了这个雷神索尔的锤子 后来雷神索尔又拿回去了这样一个故事 还挺有意思 刚才我看了那个地上有一堆小土包呢 这个是一个藏宝图啊 但是那个藏宝图没拿到 所以咱们现在也挖不开 这个藏宝图得到这个做broker的那个支援任务里面才能捡到 那么以后再得回来一趟 不过好在后面都可以开传送门 随意传送就方便很多 这边上去呢 咱们再打一个这个黄元浪 刚才讲到这个弗利加和弗雷亚 弗雷亚呢 是华纳神族的这个神 就是爱与美的这个掌管 爱与美的这个神 他的定位呢 有点像这个希腊神话里的阿弗洛迪特 就是维纳斯 维纳斯是罗马神话的名字 然后呢 这个弗利加呢 是奥丁的老婆 同样同时也是这个光明神巴德尔的老妈 这里我们再换一下这个 外遇重击和下击之爪 这个人在用地石 他在磨这个白斩 翘翘的过去 阴他一波 这个敌人呢 他没有被盾 荒原浪人也分几种 这种没有被盾 直接扛剑的敌人呢 他是全身霸体 但是他出招呢 都是大开大合 咱们的这个思路呢 就是让儿子去拉仇恨 然后我们是趁机在后面偷袭 然后有这个符文攻击 这个冷却完了就放 他有时候会拿出这个骷髅 这个时候会他会放一个全屏大招 这个大招啊 你是可以打断的 打一下那个骷髅 他就会有比较长的硬直 但是不要慌 他这个骷髅会举一会儿 你不要这个没瞄准就乱扔 没扔准就尴尬了 他这个纵批是非常好的 纵批打完以后肯定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硬直 而且这个纵批相对来说还比较好赌 比这个横批要好赌多 哎呦没打到丢人 直接平砍也行 用这个跪手劈砍也行 哎又来了 好像没放到 他快炸的时候会放丢丢丢丢丢那种 好像电动车被盗的 那个电瓶车被盗的那个声音 听到那个声音的话 要注意 如果实在扔不中就防御 刷星球刷一下 等到把他的装甲打掉以后 他就不是霸体了 这个时候你要么让儿子这个 把他麻痹啊 也可以 然后说这个 用符文攻击把他给冻上 减速也可以 都可以 他现在被麻了以后 这很明显的动作就慢了 而且还可以被打出硬直 之前有盔甲时候是霸体 刚才那一架纵批已经死了 还是要小心点 这个敌人等级比较高 基本都是秒杀 黄圈是几乎就打到最后一丝血 红圈攻击呢 就是秒杀 那咱们是三级 他是六级 又打死一个荒原浪人 荒原浪人一共杀三个 才能凑齐第一件装备所需要的素材 这边又可以点燃火盆 如果说你可以快速积攒他的晕眩槽 把他打晕眩的话 那是可以迅速剥掉他的铠甲 不过剥掉以后也是要正常打 只不过他可以被打出硬直 当然要积累满他的晕眩槽也是挺难的 这里我们出去出门重置一下 来拿这个隐藏浮柄 然后呢 注意你的视角 站到中间这个圈圈里面 然后按照 前 左 前 右 左 的方向看 然后会听到第一声中声 然后再按照 前下 右 左 前 又可以听到第一声中声 这个时候前面就会凭空刷出一个空间裂隙 不用打 直接就可以摸出一个隐藏浮柄 叫做古老禁忌之柄 这个彩蛋可以说隐藏的非常深 这个古老禁忌之柄 在游戏前期或者说中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浮柄 前期已经过了 第二次水位下降算中期了 中期非常好用的一个浮柄 他四下 新攻击后面会接一个冲击波 当然这个冲击波其实比较浮云 最重要的是他加的这些属性都非常好 但是咱们现在因为特地去刷过这个素材 所以咱们的这个羊头 也就是雷神之锤的 这个索尔之拳 这个是个伏柄等级 装等更高一点 然后加的点数也更好一点 所以说咱们还是换回来 禁忌之伏柄 同样是5级 就是把这个伏柄升到5级 再跟这个索尔那个比的话 就是这个好一点 他加的 因为他加的点数比较平庸 什么都加 虽然加的都不多 接着讲 讲故事 米米尔你先请 这个弗利加和这个弗雷亚 有的成化版本呢 说他们俩其实同一个人 毕竟他们发音也很相像 但是大多数的这个版本呢 还是认为这个弗利加是弗利加 弗雷亚是弗雷亚 一个是阿萨神族 一个是这个华纳神族 然后弗雷亚呢 是尼奥尔德的女儿 然后是这个弗雷的妹妹 然后弗利加呢 就只是奥丁的正式大老婆 然后这个 之前这个米米尔的故事 说了一个 还有一个小的 就是讲这个米米尔和奥丁的这个故事 咱们兜了一圈又回来了 米米尔和奥丁啊 之前有过一段渊源 就在这个米米尔成为奥丁的谋士之前 在这个米米尔被 作为这个停火协议 交换人质之前啊 这个米米尔呢 曾经是掌管这个 这个命运之权的 不是命运之权 他一共三口拳嘛 智慧之权 命运之权 还有一个是在双巨人国渡呢 这个 我们把这个 战利品交回来 就可以交任务 但是交任务 别忘了 后面还有一场恶任 大众联武将孤尔维格要登场 本来还以为 本来还以为他要可以让死人复活 原来他的这个法力是让活人去死 这个这个在阴间团聚物理超赌这个好像也没错 这么一想好像也没错是吧 这个和普通的巫妖差不多稍微厉害一点 然后思路还是把他打麻痹 打麻痹以后再上去各种招呼 各种招呼 不难 不难 刚才说了一半 这个世界树的这个三条根 插根到三条圈里 三眼圈里 好 那么这个任务交完了 拿到了那个提尔的贡品 就可以做这个提尔的兜当部 但是咱们不着急 后面主线里遇到商人再说 不特地去找一趟商人 这里把这个门打开就可以去这个主线了 咱们直线也做了半截了 该去主线了 这边会刷一个这个巨人吃 这个叫什么Ogre 其实就是咱们的坐骑 想办法把他打出晕眩 然后用他去打其他敌人 反正只要有这个敌人 就是友军 只要就是友军 就是思路就是想办法把他打晕 然后七成 说了一半 刚才这个世界树的 三条根扎根三眼圈里 一个是命运之权 由这个命运三女神掌管 一个是这个在巨人国度的智慧之权 由米米尔看管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在尼弗海姆 那个是底下有一条这个毒龙尼德霍格 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说过 经常有这个动漫作品也好 什么电影作品也好 引用 尼德霍格是条毒龙 相传他咬穿这个世界树那条根的时候呢 就是诸神的黄昏 那条那个内眼圈似乎毫无见数 是不是 约顿海姆这个拳呢 是米米尔掌管 这个米米尔每天喝这个拳水 他还不分享是吧 好资源自己留着 守着这个拳 然后他越喝越聪明 变成这个北欧神话里最聪明的人 好吧 你先讲 他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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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 一路 尼尔的 无用的 人 Mason,BUNK! Struck his son! Karimfuehr ran off into the night. Feeling shame and regret,Famur chased after his son. But in his emotional state,Soon found himselfwandering Midgard,lost and alone. Sadly,he caught the eye of the one personhe didn't want to meet alone that night,so far from home. Gorn. And?What happened next? You'll see 这个索莫尔的故事 应该是这个游戏杜撰的 这个北游神话里没有这个故事 这个人包括 这里翻译错了 刚才应该是索尔 说他是精心策划 他翻译成索莫尔 这个中文字幕有问题 好 那么上来以后呢 来到了这个新的场景 咱们先升一下这个赫尔之处 赫尔之处最早拿到 但是呢我一直没用 赫尔之处呢 好用是要升到二字以后才好用 然后咱们把最早的那个除了 除了 除了最左边那个开了以外 其他这两个都没开啊很便宜 咱们开了吧 一个是炎魔风暴啊 一个是双动之骄傲 双动之骄傲就是方方方三角 轻轻轻重啊 四下连招 冥宫连 但是这个炎魔风暴有点意思 怎么用呢 一会儿我们找个狼人来试一下 这边有个乌鸦不太好打 还喜欢左右横跳 这是这个索莫尔的这片 地图上唯一一个乌鸦 好像还有两个 还有一个是在这个隐藏门里面 这个炎魔风暴配合这个赫尔之处呢 是非常好的单兵作战的一个套路 就是打晕眩 这个狼人因为他等级不高 所以说可以用他来试一下 如果等级太高的狼人 你用赫尔之处是不能把他打背身的 先让儿子牵制一下 咱们这个 找机会 先闪他一下 距离近才行 闪他一下的话 如果是跟你同级的敌人 他肯定会背过身去 背过身去以后 按住这个轻攻击键 就会使出烟魔风暴 在背身情况下 可以快速打出晕眩 这样这个敌人就轻松解决了 这是一个 虽然从游戏前期就可以用吧 但是因为前期这个 要用到这个轻攻击的符文 再加上这个技能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 直接用盾牌撞跟效率一点 盾牌撞呢 是无限可以无限使用的 这个 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要对付稍微强一点的地方 毕竟那个 轻攻击的这个符文 攻击啊 他是有冷却时间的 不能连着用 所以说 我说是单兵作战比较强力的一个套路 快速打背身 然后呢 这个打出晕眩 这边基本上就是反复利用这个会爆炸的宝石 利用这个树枝 开路 刚才说了一半就是这个 刚才说到哪儿 哈哈 啊那个那个 那个米米尔啊 米米尔米米尔的那个拳 是吧 米米尔你怎么又打断我呢 米米尔呢 他这个掌管那个拳呢 奥丁听说 哎呦你这有好东西啊 你给我喝一口呗 哎 米米尔说不同意啊 米米尔说呢 除非你也做出牺牲啊 让你牺牲一个眼睛作为代价 就让奥丁犹豫了一下 因为他对知识还是 求知欲实在太强了 所以说他就牺牲了这个眼睛 我也不懂为什么 奥丁这里没有强曲 反正就是听从米米尔 因为米米尔也是资格非常老的巨人 而且他这个在巨人和这个 阿萨神族的战斗当中 他不站边儿 他是这个中立 所以说应该奥丁 可能也是对他有惧怕三分吧 这边拿到这个新的装备 不用说又是那种 SM的拘束套装 咱们就不换 虽然等级高一点 好然后呢 奥丁他就自己挖了一个眼睛 把这个眼睛扔到了这个泉里 哎这样的话呢 他透过这个泉水呢 就看清了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万物 然后他也变得非常聪明 同时也喝了那个泉水 智慧泉水 变得更聪明 那么这就是这个 米米尔和奥丁 最早之前的一个 可以说是邂逅吗 这个邂逅好像比较惨 奥丁丢了一个眼睛 奥丁为了知识经常自残 他之前这个为了领悟这个卢恩符文 还把自己倒掉在树上9天 还自残 奥丁经常为了知识自残 是个热爱学习的老人 刀 没刀到尴尬 这个赫尔之处呢 一较靠近才能把他打到背身 在他这个被打孕以后呢 不要着急处决 他这个血量有限 他把他血打得低一点的话 就可以直接处决了 你要是他剩半条血的话 你可能敲半天 然后这狼人还反击一下 就没杀掉 要注意控血 好 然后这一片冰原呢 有好多东西可以搜挂 咱们就可以接着讲故事 刚才说到的这个索莫尔 其实他这个故事在北欧神话当中 是有原版的 是有原版的 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索莫尔他说有一个儿子 叫赫尔姆索尔 这里讲到尼奥尔德 尼奥尔德呢 之前我也提到过 就是那个涮脚的那个海神 他是那个威风啊 什么什么海风海浪 就是就是这种比较柔和 不像那个埃及尔 都是暴风雪暴风雨 所以说呢 人民比较爱戴他 尼奥尔德 就是弗雷亚的老爸 儿子玩得很开心 这个索莫尔的这个故事 我们这个米米尔 其实也只讲了一半 他只讲索莫尔死了 对吧 还没有讲这他儿子 这个他儿子的故事呢 后面你要是划船划了酒呢 那个米米尔也会讲这个故事 我就简单提嘴 留着给米米尔讲 这个米米尔讲的这个 这个赫尔尔的故事呢 他讲这个他儿子 在他老爸死了以后 完成他老爸的这个医院 就是给这个巨人国度 造了一个无坚不摧的这个城墙 同时呢 他又假扮成这个一个手工艺人 一个包工头 一个搬砖 去给这个阿萨神族也造了一个围墙 但是呢他在这个围墙里面留了这个漏洞 就防火墙漏洞 感觉好像开了这个木马后门一样 但是他把这个木马呢 就告诉了这个弗雷亚 悄悄地告诉了弗雷亚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具体呢 到时候我们米米尔同志 会仔细跟大家分析 这里我们把所有东西搜刮干净呢 再去打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远古尸轨 远古尸轨 咱们没有这个远古尸轨的宝具 就不能跟他对射 就只能老老实实用这种民工打法慢慢打 正好咱们接着讲刚才没讲完的东西 关于他儿子 这荷云瑟尔建城墙的这个故事呢 这个在北游神话里面是由原始的这个故事来参照 但是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太黄暴了 所以说这个游戏呢 他没有采纳这个故事 或者说进行了一些改变 原本的故事呢是这样 这里要小心就是这个双巨人 这个远古尸轨 他会喜欢招那些 招那些梦也 所以说打的时候要让儿子经常射箭辅助 这边应该是他踩到地上的那个爆炸物了 所以说就就直接炸了 咱们就不要阿三处决 直接干死就行 那个故事呢是这样说的 说呢那个阿萨神族啊 刚刚建完阿斯加德以后呢 觉得这个神界缺一个这个围墙 没有这个城墙没有安全感 但是呢又没有一个神愿意干这件事情 搬砖的这种包工头的活 这个神族是不屑干的 所以说呢他们贴了这个招聘骑士 希望这个有志之士 有才能的人 来帮他们建这个城墙 这时候呢就来了一个这个巨人组的一个工匠 这个人呢是个不知名的巨人工匠 是个不知名的他神话记载的就是个不知名 那么游戏里呢给他编了个名字叫做 Hurimsor就是索莫尔的儿子 当然这个故事跟游戏里的版本不一样 这个不知名的工匠呢 咱们再把这个轻重的卢恩符文攻击换一换 再换回这个Y中 前面又有比较难搞的一个杂兵章 他这个工匠啊 要造这个城墙呢 他说给他三个冬天的时间 给他这个三个冬天的时间呢 说是如果说能够造好这个城墙呢 他要求什么回报呢 他不要钱 他要求这个女神弗雷亚 要换这个有偿服务是吧 要女神弗雷亚 而且还要太阳和月亮都给他 那众神已经肯定不高兴是吧 这个不能答应你是吧 太阳月亮要给就给了 女神弗雷亚 我们就这一个女神怎么给你 我们还是 而且还是跟这个好不容易跟这个叫什么 老父亲已经想到了这个计划策略 依靠着在希腊结了那么多迷 还是有经验 这里的话还是小心 这边敌人好多都是带火的那种 带火那种他是会飞毛腿 会来回瞬移的 你攻击很难打到他 得要等他先攻击 咱们先把这个拿锤子锤哥先干了 有人有人R3先R3 这个干死的话 这个战斗呢 就轻松的轻松了一半了 这边不小心被这个 被这个连续 连招打中了 想要弹一下远程的那个火球了 结果那个敌人跑到面前了 然后自动锁定还老给我锁那个 我想锁这个远程的 这个拿盾的特别讨厌 你扔堵的他就拿盾你挡掉 这一批第一波敌人干死以后呢 这边又刷第二波 第二波里头呢 把这个第一个人敌人干掉 后面就会刷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坐骑 独眼巨人 独眼巨人 授人 授人来了以后呢 就别干其他事情了 先把他打晕 一定要把他快点打晕 不行就暴气 我这边把暴气的那个按键换了 L3加R3老是按错 不小心打了一半就跑了一半突然怒了 快速把这个家伙打晕以后啊 然后我这边还放了个远程 把远处那个杂兵给干掉了 这是因为你不把那个干掉的话 第二个兽人他不会刷出来 把那个干掉到第二个出来了 咱们骑这个打那个 就可以快速节约这场战斗 还剩下一点 随便打打 那么这场战斗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就这样 好那我们继续来讲 刚才那个故事 这个工匠提出的巨人族的这个工匠 这个石匠提出的这个提议 这个交换条件众众众不满意 不同意 但是这个时候呢 洛基又来搞事 洛基说这个他不是想玩吗 我们我们陪他玩个大的 我们要赌这个赌这一点都没意思 咱们赌个大的 提一个他达成不了的条件不就完了 于是呢 众神就提出条件 说这个你要三个冬天 这个不行 太久了 就给你一个冬天时间 一个冬天其实就是一年 就一年时间 而且呢 你不能借助别人帮忙 就你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 打这个城墙 建这个城墙 如果你这都能完成 那么你说的这个条件 什么弗雷亚也好 什么太阳月亮也好 给你可以 没问题 还没想到这个巨人石匠呢 居然答应了 答应了以后呢 众神开心了是吧 这个他不可能完成 白嫖一个城墙 建多少算多少 反正到时候这个没有完成 就拿他试问 你能够不看吗 有什么东西 是 你能够看吗 没有够看吗 没有够看 有够看吗 没有够看 有够看 你能够看吗 你能够看吗 有够看吗 我看 我看 是 你能够看 你能够看吗 有一个人 你能够看吗 你能够吃吗 我没在意 我能够知道 好,那 所以那是 那是他在祖宫之后,他在河河河河 他在河河河河河河 好,现在,尸鸽 我需要全静谱 那你走 这边提示我们爪弓可以升级了 咱们先看一下新出来的装甲 黄颜色的这些呢 是这个穆斯贝尔海姆的那个素材 可以兑换的这些装甲 其实都不怎么样 咱们重点是先把这个提尔的这个腰夹给做出来 失落的提尔团结套 然后还有伏饼 还有什么胡胜服 这些都没什么用 这些都是穆斯贝尔海姆的符文 那个对照盘机器了以后 就会解锁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去穆斯贝尔海姆了 不过咱们在通关前应该都不会去了吧 这穆斯贝尔海姆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必要 给的那些衣服不怎么样 好这个提尔的团结套 咱们再升一下 然后把这古老禁忌伏饼也升一下 这个后面资源不足了 虽然他给的都是很平民的资源 需要的都是什么世界蛇的鳞片 这种都很常见 所以稍微去做点支箭任务就会有了 然后把解放前男的虎神符也升一下 咱们基本上每一件装备都是4G 然后这边可以买到两个卢温福温的轻重公鸡 咱们就先不买了 所谓 也不是特别 那个轻公鸡也不是特别好用 然后重公鸡需要的一个穆斯贝尔海姆的素材才行 咱们把这个宝石给嵌上去 这个提尔的团结套 一方面是加的属性 什么都加 很好 另外一方面呢 他的孔特别多 这个孔多的装备就是好装备 非常简单 非常直白 比这些游戏当中主线捡到的那些装备 虽然装等一样的 但是他这个孔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装备就不一样 然后因为儿子的爪功升到顶了 所以说呢 咱们把他这个最后两个技能也学了 一个是光之剑增加的晕眩伤害更多 一个是电子剑可以在更多的敌人中间来回跳 都挺好 两个技能都是被动 然后回来以后呢 又可以触发新的对话 咱们打过黄原浪人以后呢 他就可以给我们做这个黄原浪人的衣服 套装 后面还有这个新的对话 咱们先调查一下这个 这个咱们还缺一片啊 再杀一个黄原浪人就够了 现在就衣服没换 万甲跟妖甲都换过了 包括伏饼啊 什么护身符啊 都都到四级了 五级 所以你干嘛 usan日志飞 在ай上 我逛了 你进aggio 《卡甲的活物》 《卡甲的活物》 消毒 slaves 手架 离伤되之间 它是很小的 一些藺能费워 episode 英文肪 那么 我们的有种重点 裂 小床 宊中全他的 fon 中 launched 你们知识 ierten Mirr? 如果你是指著我的頭 一直在瞞著我 請你留下來 有不可能的方法 那真不錯 你也很美 Cindry Nob 為什麼 那是一塊的 鞋子鞋子鞋子 擔心你的鞋子鞋子 那是你的好朋友Cindry 我真的 心得理 戲真多 他這裡又提到了胡濟生 胡濟生是對巴德爾寶具 巴德爾全身無敵 你要是知道這個背景 其實我覺得應該也不算劇透 就是有這樣一個背景 可能很多西方人都知道這一點 光明神巴德爾 只如一開始大家不知道 一開始的陌生人 他是巴德爾 因為他長的一點都不光明 光明神應該很光明 長的一點都不光明 這邊我們就遇到了這個第三個黃圓浪人 幹他就行了 他又是個盾 飛盾 但他等級呢 沒有那兩支線的等級高 可以看到嗎 那好像一個五級一個六級吧 這個才四級 但並不意味著你可以隨便亂打 打上來還是很痛 主線的敵人 主線的敵人等級要比直線的低一些 又來放球 這個胡濟生這個傳說 可能很多西方人都知道 當這個巴德爾亮明身份的時候 你就知道 應該說是到巨龍那個BOSS打完以後 這個新德里 突然給我們兒子一把這個胡濟生的劍 就了解這個故事的人 肯定就知道了 這邊聽聲音隔壁要炸了 先防一下 一聽到這個胡濟生的劍 你就知道 有一個光明神巴德爾 要倒霉了 但是什麼倒 怎樣倒霉 怎樣死的 什麼時候死 這個就留下了懸念 後來呢 這個弗雷雅又把這個劍給燒了 就留下兒子這個 胸前箭筒上的那個箭頭 這個時候你就更想知道 他這個箭頭到後面是怎麼打敗 他這個光明神巴德爾 這個吧 我當然不會說的 那才是真的巨頭 那麼這個拿齊樂 這個打了三個荒原浪人 就夠了素材了 咱們把這個荒原浪人的衣服做下 荒原浪人的衣服呢 有一個特點啊 它也是一個孔 然後他升級的話 再往上升是四 現在是四級 然後往上升是五級六級 比鐵耳的那個團結套裝要高 等級要高 然後孔呢 分別也是一孔二孔三孔這樣 然後他有一個特性呢 就是在你一段時間不受傷以後啊 他會長出一個 形成一個這個護照 可以抵擋一次攻擊 好 裡面還在說那場聖戰 这里啊 这个巨人族啊 确实是没有参加这一场这个圣战 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 他们加进去干什么 好 这里拿到一个叫什么 双动真刺 这个是个附魔 附完魔以后 你的平砍攻击就会变得非常厉害 这个游戏里的这个套路 基本上分两种 一种就是平砍流 那么平砍流呢 你的卢纹符文攻击 基本上都是这种附魔啊 干扰啊 这个控场啊这样 然后还有一种流派呢 就是 就是卢纹符文的这个冷却流 就是上来批了啪一堆绝招放光 然后冷却 快速冷却 冷却完了以后 再批了啪一堆绝招 就只放绝招来输出 就抓boss的这个空气 然后用这个绝招来输出 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 所以像刚才那个双动真刺呢 基本上就是前一种这个平砍的思路 需要用到的这个技能 然后像我们现在经常用的这种 像什么外遇重击这种 攻击力又高 然后冷却时间又短 基本上就是这个 基本上就是这个 叫什么 叫这个符文冷却流的这个流派 然后说到这个符柄啊 刚才忘说了 就是那个隐藏的禁忌的符柄 那个东看西看 怎么知道呢 是官方藏的一个小彩蛋 他把它放到就是战神的这个豪华版 豪华版里面会送一套 就是不是大家线上买的那个豪华版 是真的那个超贵的豪华版 会送雕像什么的 手办什么的 他会送一张地图 然后在这地图上面呢 是用这个小的这个字 写了这个古北欧的文字 而且用的是古北欧的语言 就像咱们这个文言文一样 还不是一般人看得懂 一般英语国家还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这个 这个字迹呢 被人找到以后呢 就找了这个玩家 当然也是各显神通 是不是 总会有人懂这个古北欧文字 就找了懂这个语言的人呢 翻译了 翻译完了呢 就知道了这个彩蛋 就是这个左看右看的那个 银藏复兵就被找出来 这个游戏好像发售 大概一两周吧 就有人发现 然后就就广为传播 大家就都知道了 这个复兵还不错的 当然也不是通关必须的一个东西 咱们的这个锤子 儿子刚才是 终于领悟到老父亲要干什么 那么把这个锤子给推倒 这样就可以把冰层给凿穿了 好看来还需要再助推吧 这又又搁在这个山崖上 我们继续向上 那么刚才这个 故事讲了一半 就是这个 这个巨人族的工匠 他不是答应了吗 答应了他就得干活 一个瞬子他就去干 然后呢 这个阿萨神族还是不放心 就想去瞄一眼 这边也拿到了新的这个 四级的 四级的这个腰甲 四级的腰甲 说明这个主线 推荐我们玩到这的时候 应该装等是四级 你要是实在没有呢 那就给你这个路上剪 而且都放在比较明显的地方 一剪就很容易剪到 但是你要是有 比如说我现在穿的这个提尔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荒原浪人也好 那么就比他好 就不用传他的这个 咱们现在也没有装备碾压 就是这个多几个插槽 装备稍微高一点 装等现在是四级 现在大部分敌人的这个装等 也是三到四级主线了 这里呢 需要这个冬春夏秋 但是要逆雪 就是逆时针 从右边开始 冬春夏秋 这个打一下这个转盘 冬的话是雪花 春的话是这个玫瑰花一样的一个图案 夏的话是太阳最后那个叶子 很秋 然后让儿子念一下这个谜器就解开了 稍微要动一下脑筋 但是不难 战神基本上这一次 这一作解密还算比较 反正我还是挺满意的 就是不是很直白 但是呢又不是很难 战斗当中调剂一下 这个也是战神的一贯作风 我觉得好像就战神一的谜剂稍微有点难 二代三代都还行 基本上属于调剂品 不能让一个动作游戏 这个老是在解谜的时候卡住 这个流畅性很不好 调剂一下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换一下卢恩福文 接下来有三场这个现实战斗 稍微有点难度 这个衣服啊 肯定是提尔穿一套比较好看 这个荒原浪人的衣服 这个风格有点不搭 这个美观上面牺牲了一点 但是还好 它色系还是蓝绿色调还可以 并没有什么又红又绿 这个就比较丑 他说的这个会形成一个防护罩 抵御一次敌人的攻击 这个东西呢 好 这边刷敌人 刷敌人的话 前两波敌人都可以用尖撞 就想办法把他们都撞下来就行了 第三波敌人会麻烦一点 前两波都还好 尤其是这个难度下 基本上都是可以弹反打出去 就算是那种那个拿锯锤的 都可以弹反打下去 普通敌人就直接撞就行了 这个防护罩呢 好多人说就是打到通关 都没看到那个防护罩激活 主要是因为我试过这个防护罩 它的冷却时间实在太长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一般玩家来说 其实不是很实用 你经常受伤就没什么用 如果说你想挑战 比如说最高难度无伤什么的 那么这个防护罩 有的时候还能挡得下那个攻击 还可以用一下 总的来说是个 了胜于无的这样一个技能 咱们就装着吧 反正后面这个装备都会换掉了 这个提尔的团结套也好 还是黄远浪人套也好 后面都是都只是中期的过渡品 后期咱们要换矮人套 就是矮人新德里 Block的支线任务给的这个套装 然后继续说刚才的故事 这边的战斗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第二波开始呢 是有这种火焰敌人 像这种敌人他不弹还好 大家弹的话他就死了 他不打我还好 打我的话别弹一下 好危险 第二波这些敌人呢 这个脚下踩火的那些要特别小心 有可能会你一撞撞空 然后就被其他敌人捞便宜了 好 那个继续讲刚才的那个故事 好好叮 他们觉得这个不太放心 是吧 洛基说他玩不成 咱们看一眼 他到底完成怎么样 结果一看 这个这个巨人 石匠啊 他本身不是很厉害 但他有一批特别厉害的马 他一开始是不是说 这个不能借助其他人的帮助 我没有借助其他人的帮助 我这个借助马的帮助总可以 但是这个马真的太厉害 这个这个马 这个马反而是有名字 这个巨人石匠没有名字 这个马是有名字 这个马叫斯瓦迪尔法利 是一匹神马 这个马啊 他又是铺石头 又是开凿 又是这个堆 这个砌城墙 他每天完成的工作 比这个 比这个主人 比这个石匠还要多 还多很多 也就是说 在这个马的帮助下 这个事半功倍 第三波呢 一上来这个 一上来这个 这个孟业稍微打一下 都是会自爆的 要小心 然后后面就会刷各种各样杂兵 搅和在一块的 唯一要注意的呢 就是会刷一个女巫啊 尽早发现这个女巫 这个身上着火的先把他打灭 然后再把他劈下去 然后刷你女巫的时候 要小心那个巫妖啊 迅速把他打麻痹 然后用这个猎威坦的波纹打下去 其他的就没冒说的 但这种敌人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可以放一个刀刃之盒 如果说用这个刽子手劈砍的话 动作太慢了 有的时候效率不是很高 虽然伤害是高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 接着说 看一下这个马 这个马完成任务太多了 太厉害了 那个马 结果呢 就导致原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助神发现 好像快完成了 到了那个冬天 还剩三天 马上春天了 去看一眼 这个城墙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按照这个速度的话 这个赌局 这个巨人实将要赢了 这可怎么办 于是他们把洛基叫来了 是吧 这个解灵还需寄灵人 你搞出来的 你看我们当时说不答应 你说答应 你看现在人家完成了 怎么办 你自己解决吧 你想办法 反正我们这个弗雷亚 我们是不给的 最后这个阶段 这个算第四波敌人 第四波敌人 可以不用去理会他们 直接打把那两个水晶给射爆 他们就死了 然后跳过去 那么这一块就算过了 好 那么 洛基就要出马了 洛基虽然这个经常干坏事 但聪明还是聪明 洛基想了一个什么办法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晚上 眼看着这个功臣 就要完工了 洛基想了一个非常馊的主意 洛基变成了一匹母马 而且是变成了一匹发情的母马 他去勾领那个公马 就是那个斯瓦迪尔法利 他说你来追我 你追上我 我就让你黑黑黑 结果那个马 公马就把持不住 就去追他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 惊心动魄的跳楼剧情 奎爷的一贯作风 非常粗暴 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软着陆 就只能让这个米米尔头部着地了 其实好像米米尔不是头部着地 也很难用随下地方着地 然后呢 这个洛基变了一个母马 就引诱那个公马以后呢 公马就疯狂的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这个砖也不搬了 东西也不拉了 于是呢 那天晚上 那个石匠追着公马 公马追着母马 三个人在森林里跑了一个晚上 结果活成功的 没有干完 第二天早上日出 交工了 你过来验收工程 好 这个到了这个工程验收阶段 甲方爸爸不满意 你这个没有如期完工啊 于是呢 相当于这个巨人就赌输了 这里我们听到两个陌生男人 其实就是之前 像我们在山顶上遇到的这个 Magnic Modi 就是索尔的两儿子 老爸说你别等一下 我这个搜刮的时候 你别说话 好 然后呢 这个巨人 这个工匠就很不爽 说这他妈肯定是圈套的 拿那么巧的 是不是 我五年高考 三年 我你 你最后一天晚上去 嘿嘿嘿 拿这么巧的 肯定是你们使诈了 是不是 你们使诈了 你为什么要说 也是个糟糕的父亲 你是暗示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说 也 这里是最后一场那个恶战 好 这里有我们的套路呢 可以看到那边这个冰墙 我们先换一下这个符文攻击啊 换成这个外域重击和双巨人处地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树脂扔到那边墙上 那边墙上三面墙啊 分别对应了这个三场战斗 右边呢 是一个欧格石人魔 中间呢 是一个这个双巨人 就是那个tro 然后左边的是三个狼人 咱们套路呢 就是先把这个树脂扔出去 三个都装好 其中呢 左边那两个靠的比较近 这样的话到时候可以一起引爆 然后先把右边这个打破以后啊 让儿子这个疯狂输出光剑啊 配合你的这个双巨人处地啊 快速把他打出晕眩啊 打晕眩完了以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左边两个 注意换这个儿子的剑啊 换成电剑 把左边那两个墙一口气都炸了 然后驾驶高达过来打他们 这个是这个卫狗祖毛毛的套路 我这边参考了一下 虽然完成的没有他这个出色 但是基本上这个思路还是非常好的 这里主要是这个 这个狼人快速解决 留下这个双巨人加上食人魔的话 场面其实还可以 但这个狼人实在太难搞了 所以二选一的话 我们选择把这个双巨人留着 把那个狼人给干死 看一下那边那两只狼 被儿子控制住了 没问题 咱们接着输出 他吼的时候呢是无敌的 所以要小心点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接着说 巨人那个巨人的这个工匠就非常不爽 说你们这个使诈 但是呢 索尔从来不逼逼 直接上去 抡锤子就把那个工匠给干死 索尔就是 能用锤子解决的时候 从来不逼逼 是个耿直的北方人 从来不逼逼 这样呢 这个阿萨神族非常无耻 这个不费吹灰之力 白嫖了一个城墙 还没有付出任何这个代价 但是你以为这个故事就完了吗 其实没有 阿萨神族还是有一个人付出了代价 这个人 就是洛基 洛基呢 跑了一晚上 最后早上 还是因为体力不支 成功的被那匹工马追上黑黑黑了 洛基真的是非常惨 我们第一次讲到 讲故事讲到洛基好像是 好像是蛋蛋拔河吧 第二次讲到洛基 是讲他差点被砍头 最后是被嘴巴缝上了 就是那个矮人兄弟 这是第三次 第三次 被工马给黑黑黑了 但是你以为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并没有 我们先来看一下Sindry的对话 打boss之前套点情报 Thor是他们的父亲 不同的妈妈 刀的故事 这个故事 Balder是他们的伯父 Odin 亲爱的伯父 Oタ Sindry U O Megney Megney E Meg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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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其实没有什么要准备的 随便跟他对话一下就行了 咱们前面再搜刮一下就差不多了 刚才这个故事还有后续 这个洛基被公马黑黑黑了以后 居然胜利匹马 但是洛基是个男神 他不知道他怎么做到 这个变成母马还具备的这个功能 不洛基实在太牛逼 不得不说 这个洛基真的是干一行爱一行 很有敬业精神 那么他生的这匹马是谁呢 就是奥丁的座绩斯维普尼尔 就是之前跟这个护朗格尼尔赛马的 那个斯维普尼尔八族骏马 这样这个故事现在就串起来了 北欧神话故事是不是非常神奇 好那么故事讲完 大战之前必有存档 我们下期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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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了